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 老百姓没粮食 连草根树皮也被吃光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些地方官吏 仍是照样吹糟逼税 于是陕西各地 爆发了农民起义 高营祥曾以返马为业 善骑舍 累力过人 他揭杆于安塞 述步活动于延庆府 上阵时白蒲白根 新鲜事出 崇禁三年11月 高营祥与王家仁 王智用步会合东道入进 崇禁四年6月 义军首领王家仁 被南山总兵曹文照报下 杀害 陕进各路义军 结成了36营 高营祥为领袖之一 称为闯王 崇禁二年冬天 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 开赴北京 这支军队走到甘远的时候 由于兵士们领不了军响 闹到了沿衙门 大兵的将军出来镇压 有个年轻兵士引头 将将军和军官杀了 这个兵士就是李智成 李智成是陝西米之人 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面 少年的时候 喜欢骑马射战 练得一身好武艺 李智成父亲死了之后 他去了明朝负责 传递朝廷公民的议站做议出 明朝末年的议站制度有很多弊端 名师中朱油炼 在崇禁元年对议站制度进行了改革 精简议站 李智成因为丢失公民被裁设 失业回家 同年冬天 李智成因为拯不起举人艾照的欠债 被艾举人告到米之月牙 怨令顏紫斌将他下而犹于市 自诛自死 之后 由亲友救出 同侄子李过在崇禁二年二月 到甘肃甘州投军 这次 李智成在甘愿杀了朝廷命官 带着几十个兵士 一起投奔黄左卦领导的农民军 没多久 黄左卦禁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 投降了朝廷 李智成不得不领走队伍 后来 他打听到高营祥领导一支队伍起义 自称厂皇 就去了投奔高营祥 高营祥见到李智成带兵来投奔 十分高兴 立刻叫他担任一个队的将军 大家就将他叫做厂将 李智成所述的军队纪律严明 作战勇敢 对百姓秋毫不犯 虽然受过几次的挫折 但是最终发展成为起义军中力量最强大的 面对各地农民纷纷揭杆起义的局面 明政府改变了招抚的政策 转移采用绽杀的政策 但是裔军实行有激战 而且基础深厚 军军虽然连连取胜 但是怎样都眺除不清 为了对付军军围绕 高营祥将十三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 约到营阳开会 商量对敌办法 李智成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 分头出击 打破敌人的围绕 大家听了都觉得李智成讲得有道理 经过商量之后 十三家起义军分成了六路 有些拖着敌军 有些流动作战 高营祥、李智成 同另一支由张献中领导的起义军 向东打出了包围圈 1633年底 高营祥、李智成等率起义军突破黄河天险 杀入明朝的深藏地带河南 他们城西前进 转移向安徽方面挺进 1635年 起义军攻下明皇室奉阳老巢 那里有朱元璋的祖坟 起义军进城之后 坟委皇陵宫殿 刨了皇家祖坟 崇禁帝知道祖坟被决大遗是经 下罪召己 请求祖先在天之灵宽恕自己 崇禁帝悲伤过去之后 命兵部尚书杨志昌专力剿杀 有一次 高营祥帝兵向西安进攻 陕西巡虎宣传亭在周疾的山谷里埋下伏兵 高营祥没有防备 被捕牺牲 李智成带领余报杀了出来 将士们失去了主席 心情十分沉痛 大火认为厂将李智成是高营祥最信任的将领 加上他有勇有谋 就拥戴他做了厂皇 从此之后 李厂皇的名声就传开了 李厂皇的威名越高 就越令明皇朝害怕和仇恨 崇禁帝命令总督洪盛筹 秦府宣传亭专门为朝李智成 李智成的处境一日比一日困难起来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另外两支起义军的首领 张献忠、罗宇才都接受了一名朝的招航 李智成手下的将领也有叛变 令李智成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李智成从甘肃转移到陝西 准备打出铜关 洪盛筹宣传亭事先探听到起义军的动向 就在铜关附近的崇山晋岭中 布置了三道埋覆线 然后故意让开通向铜关的大路 有使李智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 李智成中了官兵的计 起义军经过了几日几夜的搏斗 几万名将士在战斗中阵亡 队伍被打散了 李智成和他的部将刘忠敏等17个人 冲出重重包围翻山越岭 排除了千难万险 才到了陝西东南的商洛山区 隐蔽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